我们现在要求就是你练在哪儿 哪儿就是你的中心是你的重心 那点永远不能让人捞着 当你的手推不着我的时候 你变成阴的时候 我这时候从里边就变成阳子 就来了跟你合作上了 阴阳相吸 你那一变成阴 我羊从内运里就过来了 过来了只要一碰着你 你那个腰和脊柱就变成实了 就动不了了 所以我们这个 大家特别要注意 练的过程 以内运为主 大家要看见过那汪泉出的那个 杨时代有点树真 他上了有个歌诀 他歌诀主要的我们就说 避开阴阳 避开内外的关系 我就讲两个歌诀 你听你也知道 说外转 内部转 就内里的不跟着转 没有东西带着他自个转 说为之跑 说有跑而内部随 你不跟着他跑 不跟着 必请 最后你必然你能跑倒了 这个 说外开 内部开 内阁里的不开 就是你守之 我一支 就好像东西支 有支 而内不随着走 是必断 实际就这样 我们想想进攻人家的时候 我们里头没有 里头不进攻 往手往直 你支的头了 你有什么用 你那里 我们那个药板里的跟他说 我们现在 提出来 你是内腰运 手的四肢的运动 靠内运 靠你的腰 靠你的内气 靠你的意念 来运动 那么往回车的时候 仍然靠你的腰 靠你的内气 靠你的 这个意念 你这样永远是安全的 我们那个意念 我们进一步深的要求 那个意念 让你变成什么呀 变成你的套大 你的内气也变成套大 所以我们严格的说 你要把意念练熟了 练个一年两年以后 我们原来提出来说 三年一小成 就是你一练一点呢 你就有个小成 五年一大成 你练了一年练过三年以后 你的领的东西出去 他就 Da 你的手就好像这是泡肚子 说打 咚 给它出去 咚 出去 所以这个 大家练这个时候特注意 我们强调 再强调一下 我们到外头我们看人家 大家从来练这个要珠剑 等你把掌握好了 手扶着 不用劲 这人就起来 你就给他扔上去了 你就知道了 你到外头再看推手 一推手 他就是就顶着就进来了 俩全都就像就攻进了 这个人没内功 你看你这人就知道他没内功 完全靠着他知识 知识本身 这些运动就违反了 太极的原则 太极原则他内用外动 太极基本要求上下相随 内外相合 他这个基本要用一般的 到目前为止 都做不到 通过这个 为什么要 我们要 要支了 通过这个 我们现在就要 在这练的过程 手上不让你使劲 就是说你的手 没有进攻和后退的义务 没有这个义务 你伸出去你也等着 你听着 这个该进攻的时候 该后撤的时候 你听内里的支配 内里的支配 让你一退 他就拉着你走了 说让你进 他就送了你就要进去了 那么 假如说 这个就就就就提出一个问题了 那我们手没有进攻 这手等于是个净的 我们利用这个内气送也好 意念送也好 它里面是什么 就像不像 那你的阴子在在哪呢 所以我们要 在这给大家说一说一个 说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要练听进 这个音乐就在我们这个静的 静语的这 这边不带着